大家好 今天来读一篇文章 最残忍的社会真相 这个世界是有参差的 有人住高楼 有人在深沟 有人万丈光 有人一身锈 有人轻轻松松赚得大量财富 有人辛苦半生却始终在底层墨爬滚打 究其原因 这与人的思想能力 还有赚钱方式有相当大的关系 穷人之所以穷 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卖苦力 却不知道这个社会运行的真正规律 中产之所以能过得不错 是因为他们除了辛劳 还比穷人多了一份思考 富人之所以能站在社会顶层 是因为他们除了思考 还比一般人拥有更强大的心力 这个社会最残忍之处在于 拼体力的只能沦落底层 拼脑力的成为中产 拼心力的才能登上巅峰 穷人拼体力 有这样一个预言故事 有个穷人在佛祖面前痛哭流涕 诉说生活的不公平 他说 为什么有些人天天悠闲自在 而我就天天吃苦受累 佛祖问 要怎样你才觉得公平 穷人说 要让别人和我一样穷 干一样的活 佛祖同意了他的请求 把一位有钱人变成了和穷人一样穷的人 与此同时 佛祖给了他们每人一座梅山 挖出来的梅可以卖掉 限期一个月之内挖光 有钱人先是挖了一部分梅山 然后用这些钱雇佣工人继续挖梅 接着投资做起了买卖 很快变得更加有钱 而穷人呢 天不亮就起来挖梅 在太阳下晒的皮都脱了好几层 一天也只能挖两车梅 他将两车梅卖掉 换回来米饭和水 到了第二天 穷人依旧早早起来挖梅 累到汗流不止 一个月过去了 穷人只挖了梅山的一角 每天赚来的钱 还是只能填饱自己的肚子 看完这个故事 试问一下 你是故事中的穷人 还是有钱人 在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 底层人为了生存 就要拼尽体力 但沉沦于卖苦力的人 基本上是发不了财的 天道里 王庙村的村民们勤劳肯干 但是族族贝贝却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 有些农户甚至连一年四块钱的电费都交不起 高人丁元英来到这里后 立马察觉了原因 他发现 王庙村的村民们虽然勤劳 但是他们只知道埋头种地 年景好的时候还能勉强糊口 碰上收成不好 大家伙只能任机挨饿 有些人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会去城里打工 在日头体下搬砖 拉货 可就算再怎么努力 他们也只能混口饭吃 永远达不到富裕的水平 丁元英感叹道 村民们的穷 不是因为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而是生存观念出了问题 一个人靠自己的体力来赚钱 也许能获得温饱 但始终有个上限 一个月挣三千元 可以靠体力 一个月挣六千元 需要再多付出一些体力 一个月挣一万两千元 靠体力就难了 一个月挣五万元 靠体力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每个人 每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时间是有限的 精力是有限的 体力也是有限的 耗费汗水挣钱 一方面虽然能维持生活 但另一方面 你就会在这样的生活中 忙到无暇分身 最终陷入贫穷的循环 中产拼脑力 作家蔡富强 曾经说过一个故事 一位下属 在喝醉的时候 自嘲地对老板说 讲到勤奋 你不如我 论成功 我根本不敢和你比 这是为什么呢 老板听完 一脸愕然 然后说道 为什么 我非要比你们勤奋 才能赚钱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钱 是靠勤奋赚来的 我虽然不如你们辛苦 但是我每天动脑子 想出路 找方法 知人脉 成功需要你勤于思考 而不是勤于动手动脚 是啊 一个人如果想从贫穷 走向中产 那就必须摆脱体力劳动 向脑力和智慧出发 财经大V 艾特吴小波 讲过一个故事 有次他去北京 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小张 闲聊中 得知小张家里有两套房 都是父亲年轻时打批买的 可家里没有一丁点存款 小张每天跑出租 生意好的时候 月收入不超过六千 还得养活父母和自己 但是 一问到有没有欠银行的钱 小张立马很得意 我们家虽然没钱 但是有两套全款的房子 我们不欠债 吴小波却告诉他 如果时间倒退到十多年前 小张的父亲 用按揭的方式购房 出两成首付 可以买两到三套同等面积的房子 一套自己住 另外的一套出租 几年下来 钱就套出来了 接下来可以再去买房或者投资 钱滚钱 一家人就可以越变越有钱 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 财产被套牢 有两套房也跑不过通货膨胀了 你发现没有 吴小波之所以能走向中产 而小张始终过得紧巴巴的 差距就在两个字 脑力 心理学教授卡尼曼说 重复且长时间的无尽忙碌 只要条件具备 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 难的是思考 没有深入的思考 勤奋就没有意义 一个普通人想要走进中产 必须能洞悉事物运行的底层逻辑 敏锐感知社会发展的趋势 学会了思考 才能摆脱贫穷思维的智库 过上相当不错的生活 富人贫心力 作家罗伯特·清奇说 大多数人都想变富有 可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成为富人 为什么 因为一个中产 想要跨越阶层成为一个富人 除了脑力外 更要具备心力 所谓心力 是指一个人的心理能量 它包含一个人的信念 以及永不延弃的能力 心力越强 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就强 对待困难的抗挫力就越猛烈 超级演说家中 企业家崔万智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崔万智出生时 期待绕井 无法呼吸 落下口齿不清的毛病 毕业后又遭遇求职困难 几百份简历投出去 都遭到招聘主管嫌弃 但命运的坎坷没有击倒他 反而激发了他抗争的斗志 他坚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变成一个富有的人 于是他开始创业 开始尝试开书店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谁知没过多久 一场大火将书店化为灰烬 随后他又开了一个小超市 却不料被盗贼洗劫一空 命运给了崔万智抱头一击 但是他并不气馁 再次爬起来硬着头皮干了下去 到了2007年 崔万智看准了淘宝带来的商机 做起了线上旗袍生意 他干击十足 准备在这个赛道上冲刺 然而现实的残酷 又让他栽了一个大跟头 随着电商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商铺进驻淘宝 崔万智的小店受到极大冲击 销售额开始走下坡路 最终欠了400多万元的债务 为了还债 崔万智每天马不停蹄地跑工厂 跑客户 整个人累到几乎瘫痪 但每每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他就提醒自己 现在经历的所有的挫折 都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财富 就这样凭借着强大的信念 他在短短几年间还清了债务 更一举成为电商界的风云人物 现如今 崔万智身家早已过亿 是享誉全国的旗袍大王 听过一句话 大部分人都不过是把苦难炼成了疤 然后又在伤疤上开出了花 但是真正的富人 都是在苦难中磨砺出了远超常人的心力 为了梦想中的生活 他们去拼命 去争取 去创造 不管付出什么都可以 这种超强的心力 会支撑他们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最终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真正卓越的人 说到底拼的都是心力 电影《1942》 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 财主范店员在家破人亡时 对着自家常公说 我知道怎么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 不出十年 你大爷我还是东家 常公拴住却说 好啊 东家 我到时候还给你当常公 明明这时候两个人都是一穷二白 但最后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这个社会就是这般残忍 像拴住一般拼体力的 只能换来温饱 却换不来财富 因为体力的苦是最简单的 但是脑力的苦 心力的苦 却一级比一级更难 人这辈子 只有吃够脑力的苦 心力的苦 才能摆脱贫穷的禁锢 获得阶层的跃升 点个赞吧 未来 勤加思考 磨练心性 不断提升自己 待到东风一日起 你也能 扶摇直上九万里 好 刚才读了一篇文章 最残忍的社会真相 穷人拼体力 中产拼脑力 富人拼心力 作者梁挺福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